廣播完台南酒會的空缸修容 台南市政府也完成了空缸整個設計 在今年七月將作為中西区新的圖書館 並擁立台南立立百塑料專區 先為圖書館的發展特色 中西圖書館一定7月會搬到舊的作業會 搬遷以後會有一個更寬敞明亮的輸出空間 但是因為那個就義會是設定古蹟 限於那個承載的承載量 那個輸給數的話不會比現在還多 但是的話那個對讀者的潛力是不會受損 因為可以利用那個預約介紹的方式 的話調閱來調閱輸給 但是的話真的一個明亮寬敞的空間的話 在那邊閱讀的話真是賞心業務 會反應讀者到時候盡量來利用 目前中西区讀書館在辦理 獨立生活 女力時代 主題設定 民眾者在讀書館就設 就可以送給你一個豪爺水安收納袋 獨立生活 女力時代這個主題書展 看桌面上一些特別針對女性朋友的書 歡迎朋友來借業 凡是3月8號到3月20號 這期間來這些書展的書的話 我們就會送那個Q版的 護衣的口罩收納盒 值得大家來收藏 不僅切香 在道士館外面也有淡淡的花香 開到漂亮的粉紅花枫苓木 去很多民眾來興 中西区長王慶榮歡迎七名台中 擁有來中青樓五行看桌看花 台南新聞教授為蔡鳳伯德